那日本的疫苗現在是還怎麼樣 因為疫苗他們送了非常非常多給我們 所以很多的台灣人都很感動 那日本自己疫苗的狀況是夠的嗎 日本目前疫苗不夠 日本人戴口罩會考量到 這個口罩好不好看 他們會戴那種美型口罩 或是這個口罩舒不舒服 他們會選擇戴比較好看跟舒服的口罩 然後我基本上是覺得沒有任何作用 字幕提供 hiho 大家好 我是志祺 在台灣疫情還是蠻緊張的時候 其實大家或許都會想要知道說 那其他的國家是怎麼應對疫情的 因此我們也找了一些外國的朋友 來跟我們分享各國的疫情情況 那這次的國家是正在舉辦奧運的日本 那我們邀請到的是目前在日本工作 而且業務內容跟這次奧運有一點點關係的 右雨來詳請他跟我們分享一下 日本的疫情狀況 以及疫情下的這個奧運受到了哪些影響 好的 那右雨可以先跟觀眾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右雨 我現在目前住在日本的東京 今年在東京工作生活已經第三年了 目前是在日本的交通業界工作 但我的業務是負責觀光的宣傳企劃 跟媒體的對應 那你的工作好像跟這次的奧運 有一點點關係是嗎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對 因為奧運算是一個動員全國的一個大型的盛事 所以我們公司有被政府邀請 希望能一起協助奧運的執行這樣 那我的工作職位是預期 在奧運期間來了很多外國媒體 那他們可能會需要用到我們公司的交通工具去採訪 除了運動賽事之外 他們也可能趁機想要採訪日本的文化跟歷史生活 那這時候我就要成為外國媒體跟日本各地的一個中介點 去幫他們安排他們的行程 或是幫他們請攝影的許可這樣子 我原本的設定是做這件事情 才被請到日本工作 了解 原本的設定 那後來呢 是因為有疫情關係有改變什麼 我2019年很忙 因為為了奧運其實很多外國媒體 已經在日本這邊先做了很多的深度採訪 那疫情之後呢 全部的媒體都幾乎不能來日本了 所以我現在完全變成國內的觀光策略企劃 當然海外的也會做一些 只是我們現在公司也在調整我們的方向 就是國內國外都做 了解 那剛剛講的疫情 就是現在日本的疫情大概狀況是怎麼樣 我先從東京講好了 東京昨天半年以來 首次破1800人的感染 東京人數大概1300多萬 那其實到上週後半 開始每天1000人已經有點嚴重了 因為其實我們已經也在開始打疫苗了 然後我們也還在緊急事態宣言中 學者有預測說之後應該會一直爆下去吧 那目前全國累積的感染人數大概85萬 那日本大概是一億兩千多萬人這樣子 死亡人數已經到達了一萬五千人 我目前掌握到的資訊是這樣 可是因為最近疫情的變化非常的大 所以可能之後不確定會不會再增加或減少 所以我覺得這個數字是台灣人有點 沒有辦法想像的 老實說這樣的生活我們過了一年 每天看那個數據跳出來 就也覺得說 喔好 就是有點無能為力的感覺了吧 因為我們自己也不是沒在做 我自己有在做啦 但我自己感受到是 疫情一旦在一個國家爆發 是真的很難再次回到零確診這件事情 那麼聽說日本到目前為止 其實已經發佈了四次的緊急狀態 從你看來好了 就是這個反覆的原因是什麼 到第四次的感覺會怎麼樣 第四次已經習慣 而且我自己是覺得現在第四次已經名存實亡 那我覺得會反反覆覆是因為這對政府還有國家而言是一個經濟跟防疫上的一個非常大的難題 因為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就是規定的飲食店或是娛樂設施它要縮短營業時間甚至要關店 大家也知道持續的關店對於整個國家的社會跟經濟狀況其實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當政府一看到人數有減少就會想要趕快開放 有些業者也會呼籲政府要重視經濟的問題 所以政府也會再考量經濟的狀況下去開放 但是就我得知台灣目前是階段性慢慢的開放 你們有分1234級 可是日本沒有分 就是日本就是要限一次限要開一次開 雖然有蔓延防止但是蔓延防止也只是一個我覺得沒有像台灣這麼有那個循序漸進的感覺 去年第一次實施的時候政府會發補助金 到了第四次其實我們人民繳稅的錢都已經不夠補助金用了 所以其實第四次政府給的補助金可能已經面臨到不夠或是幾乎沒有的狀況 那有些店家就不會理會這個緊急事態宣言它還是照常開店 OK 所以日本的這個緊急事態宣言不是一個強制性 就是它還是可以開 它其實是市場制性然後是政府呼籲大家要這麼做 所以我們都會用自訴這兩個字去形容 OK 我們公司是大公司 我們公司會收到政府的公文 希望我們公司徹底執行緊急事態宣言 可是像一般人或是企業的話 其實政府的掌握度也不會到那麼高 那目前這個疫情對你們上班跟平常生活的影響很大嗎 有就是雖然我已經習慣了 但就是戴了一年的口罩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生活 真的 那最大的當然還是在家工作這件事情 我們公司也會收到政府的公文說要我們在家工作 我們公司就還會 可是現在第四次了 我們公司是個比較有歷史的公司 所以他們其實不太希望我們在家工作 所以我現在還是每天去上班 避開通勤時間 8點上班變成9點10點上班 晚上班晚下班 的確在通勤的時候遇到的人有減少 可是東京還是個大都市 所以我每天還是在擠電車 這邊我有兩件事情很好奇 第一個是 因為我在玩這個寶可夢卡牌 然後它剛好上個禮拜是寶可夢卡牌的日本大賽 然後我就看到大家是戴那種花粉的口罩 然後在台灣的角度就說 啊花粉口罩其實沒有辦法防定 那在日本對於口罩這件事情 戴是習慣的 這點我可以抱怨很多 日本本來有戴口罩的習慣 因為他們有花粉很嚴重 可是他們的口罩只能防花粉 不能防病毒 媽媽後來在台灣解禁 有自一堆台灣口罩給我 可是日本人戴口罩的因素就是 會考量到這個口罩好不好看 所以他們會戴那種美型口罩 或是這個口罩舒不舒服 因為台灣的口罩其實戴久了耳朵這邊會痛 所以他們會選擇戴比較好看跟舒服的口罩 然後我基本上是覺得沒有任何作用 但是他們還是對口罩這件事情沒有太大的敏感度 就是還是會忍到現在戴花粉的口罩 我突然很好奇就是日本的口罩供應 你現在要去買醫療口罩是好買的 現在買得到 但日本人就是他們直接買得到 但是他們不會選擇醫療口罩 對他們不會那麼仔細去看它的功用 他們可能會買 但是不會一定覺得說現在醫療口罩沒了 我非醫療口罩不買 他們可能看到架上有花粉口罩那也買 你覺得電車跟疫情的傳播是有關係嗎 因為它算是一個密閉的環境 超級有 這是我已經放棄了 雖然我們電車會要求你要把窗戶打開 但如果是地面上的電車的話 車長一開始會把它打開 可是像前幾次沒雨季的時候 就會有乘客把它關起來 因為那個真的大家都會濕在車廂裡面 我覺得東京最危險的就是通勤這件事情 那再來聊聊這個遠端相關的好了 就我的理解是日本的數位化其實是相對慢 我覺得這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 我也是在跟日本的好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他還說 沒有日本的數位化真的很低 而且因為他很難過去 他就是日本的電腦高手 在那邊教大家怎麼樣用電腦 這是真的我覺得 那在這件事情 遠端工作上有遇到什麼困境嗎 超大的困境 你的表情很有趣 台灣的大學生真的懂蠻多 Hopcoin或是Word之類的使用方式 可是日本人真的是 他們甚至可能家裡會沒有筆電 或者是電腦這件事情 然後剛開始我記得第一次宣布 我們要在家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跟我一個同年的日本女同事吧 他就說他一定要用公司的電腦 因為他家的電腦沒有裝Word跟PDF 然後我就想說 那你電腦拿來幹嘛用的 他們沒有用這些軟體的習慣 然後我到今年年初 才真的拿到一台屬於我自己的原端電腦 所以我們公司花了一年的時間 去為大家在家工作做準備 準備電腦 哇一年 所以決策基本上也是很慢的嗎 日本的決策 對台灣人也可能是慢 但因為可能我現在也在日本的大公司工作 就會知道那其實非常的反覆 我可以光想像光申請 買電腦這件事要通過多少個部門跟階層 他們好處是小心啦 但有時候面對疫情這樣子的狀況 可能要衡量一下 突然還想到一件事情 因為講到日本上班族 有一個很重要的文化就是應酬嘛 這個事情在現在疫情的狀況 好像會變成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很棒 完全消失了 對你來講很棒 是因為可以休息的嗎 對 因為我2019年光一年就參加了 六七次的農民開 就是全部門有課長部長階級那些人 我們還會抽籤 因為大家都不想坐在高主管的人 因為要幫忙倒酒之類的 對 所以我們要抽籤 坐那個人的旁邊 最少就是要倒酒 女生就是要倒酒 他們都很愛聊天 他們農民開都不吃東西都愛喝酒跟聊天 然後我就會很餓 其實我覺得對位會很不好 一次大概就要兩個小時吧 然後大概算一算也不少錢 雖然我是醉菜的 我不用付太多錢 有時候這樣下來也是有點負擔啦 就心理上的負擔 雖然大家人都很好 可是 對 那對生活上呢 剛剛我們講的比較多工作上 在生活上面 你覺得最大的影響會是什麼 生活上真的是滿不方便 我自己最大的影響 可能還是跟工作有關吧 因為我現在晚上班晚下班 店都會找關 所以其實我回到家已經沒東西吃了 然後日本就有發明出一個單字叫做 細食難民 就是形容我們這些 回家沒東西吃的人 東京奧運 明天它就會開幕了嗎 那相信其實對於日本來說 這一次奧運跟原本預期的應該是很不一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從你的觀察 就是這一次奧運 在哪些層面有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我覺得最大的當然是各國的參加程度 不管是各國的首相有沒有要來參加這件事情 已經減少很多 觀眾已經是幾乎全部都不能去現場看 包括日本國內的人 那我自己的業務也會接觸到媒體的關係 那就我所知 所有的國家代表隊都把人數減到最少 媒體的部分 除了奧運公佈的官方媒體之外 其他人都不會進來 所以就會冷清很多 那日本大部分民眾對於這個 到底要不要舉辦的態度會是什麼樣子 我之前有看一個民調是大家50%覺得不要辦 可是實際上身邊的氛圍 可能我工作也是跟奧運有一部分關係的 我自己感覺到沒有太反彈 但是會有學者跟專家 還有一些政論節目的名嘴 會一直呼籲政府 就是奧運不要辦 奧運辦與不辦不是日本可以決定的 身為工作人員我們也投了非常多的心血 跟努力在裡面 我身邊的這群團隊的人 我們是希望能夠在盡可能確保大家 安全安心的狀態下舉辦這個疫情之後 第一場的國際盛事這樣子 然後關於日本人民反覆反對這件事情 民調算有50%以上 但其實我覺得日本人他們對政治的人感程度 應該比台灣嚴重 就像是一個有民調問我 我反對但我也不會做什麼的那種態度 那日本的疫苗現在是還怎麼樣 因為大家對於日本的印象可能最近就是 東奧舉辦的疫苗他們送了非常非常多給我們 所以很多的台灣人都很感動 那日本自己疫苗的狀況是夠的嗎 它的覆蓋率大概多少 日本目前疫苗不夠 對但目前全國疫苗覆蓋率大概第一劑是有到三成 第二劑到23 那我自己東京這邊的覆蓋率第一劑有到27% 然後第二劑有到15%這樣子 雖然剛剛說日本疫苗現在不夠 但是送給台灣的時候是夠的 因為日本當初為了奧運買了非常多的疫苗 只是他們在實際施打疫苗的過程中非常的不順 在進度非常延後的過程中 疫苗又有保存期限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把疫苗送給了台灣 雖然這樣講但我覺得還是要感謝日本是選擇 免費把疫苗送給台灣 它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出頭感得對中國的國家 所以還是要感謝日本政府 當然還要感謝我覺得在這中間 駐日的台北經濟代表處應該也付出了不少的努力跟交涉 才有辦法得到這樣的結果 只是我個人會想要把事情想到最壞 因為國家贈送疫苗跟台灣人民捐錢給311 是不一樣的性質 台灣人民是民間自發性 可是疫苗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的話 其中有情誼在可能也有一些利益交換在 所以之後如果台灣跟日本有什麼政治上的互惠或是政策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能也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那你已經打過疫苗了嗎? 前三天打完莫德納第二劑 但我要先聲明 因為我公司是交通業的關係 我們是被政府歸列在要在優先施打的群體裡面 然後我自己也是奧運相關人員 所以我是透過公司的管道去申請的 那日本的一般人他們是要等各區的區域所寄接總券給你 你打電話去預約才有辦法 但這就要看你的區域的資源夠不夠多 因為像我朋友前幾天才寄到吧 然後他昨天去打打不進去 然後隔天就宣布疫苗全部施打完畢 所以是像在搶演唱會門票那種感覺 所以它是寄接種券 所以這是一個實體的票券 就是會寄一包這樣子的 幫幫幫把它麻掉 然後會有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是後面會有一個就是很像電話的東西 然後你要自己打去說我要去打這個疫苗 那他們會幫你安排 很有趣是用電話預約 不像台灣是用網路 住在哪個區你就是要先等那個區的通知 你才有辦法預約 像我的區是六月中後就拿到了 我朋友現在才拿到 哇 這個東西竟然是用實體的計 對 是 然後有套家包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一個一個打去診所 問他們有沒有多的疫苗或是殘劑可以打 就我所知沒有人在守規矩 日本人都在搶著打疫苗 所以我覺得日本現在施打疫苗的系統 跟台灣比起來是非常的混亂 剛剛講說日本人都搶著打 因為像在台灣就是還是會有蠻多人 因為害怕副作用或不良反應 所以就沒有去打 但日本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覺得日本主要是已經經歷過一年的疫情生活 那其實反反覆覆的緊急事態宣言 我們也意識到單從限制行動跟防疫措施下手 沒辦法有效的抑制疫情的擴散 就大家已經有種要打疫苗跟防疫措施一起做 才可以真正有效恢復正常的生活 所以反而大家是覺得如果可以解除我的移動限制的話 我很樂意去打疫苗 日本這邊的大報社的新聞 雖然也會報導疫苗的副作用 可是他們比較是偏中性的敘述 比較不會引起比較大的輿論 讓大家對疫苗有反感 我自己這邊的氛圍是覺得 大家對於疫苗都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狀態 但我想補充一點 日本只有施達莫德納跟輝瑞 我不知道這跟AZ有沒有關係 那在台灣疫情爆發之後 其實一定就會對政府有很多的不信任 那日本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大家可能從一開始的不信任到生氣 到後來變無奈的感覺吧 日本政府從一開始錯信中國跟WHO的數據 加上決策上比較小心 所以我覺得已經錯失一連串的黃金時間 目前我身邊的人 包括日本人跟外國人給我的氛圍 也就是政府就也只能這樣 那我們也只能顧好自己的感覺 感覺他們對政府 信任感本來就沒有很高 跟台灣比起來是一個對政治相當冷感的一個氛圍在 雖然會有學者跟專家去呼籲政府 不應該這樣做不應該那樣做 但他們一般人對政府有批評 但是不會有太過的反應這樣子 一般這種政治冷感我覺得從台灣的角度可能有點難想像 你可以舉個例子來跟大家講說 這種你感覺到的政治冷感嗎 可能是台灣跟日本的政治體制不太一樣 台灣有兩黨比較大黨 可是日本就只有一個自民黨 自民黨是大黨 其他的小黨根本沒辦法跟他抗衡 日本是內閣制 所以呢你就算喜歡安倍 你為了安倍投自民黨 但如果自民黨不選他出來當首相 他可能也不會當首相 所以比起政黨之間的爭權奪利 在日本的政治人物反而比較擔心的是 如何在自民黨獲取政治的地位跟資源 雖然地方的議員選舉也是直接選舉 可是那也跟你在自民黨 願不願意派你出去選那個地方有關 他們不會像台灣人一樣覺得自己的投票 真的可以影響到一個總統的誕生 一個首相的誕生 覺得自己做了可能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對他們而言他們覺得他們只是在支持一個黨 那那個黨好不好都是那個黨自己去決策的 那這樣子日本會因為疫情而發生一些政治上的衝突 批評啊然後或者是互相攻擊這種 不會 不會 OK 政黨之間不會 因為就是只有一個大黨 但是學者跟名嘴會去進行一些辯論或是呼籲 但這都是比較偏我自己看到的一些五間新聞啊 都是偏辯論的那種感覺 到那種抹黑或是比較慫動一點的 好像沒有感覺到 那在疫情期間就是日本有什麼狀況是讓你覺得就是 wow surprise 像光疫苗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怎麼可以各區不一樣 明明都在東京都喔 但是各區是不一樣的 所以就會覺得可能因為台灣有地比較小 跟政治體制不同的關係 台灣的中央對於各地的掌握度是非常的高 那疫情的時候就可以比較快的壓制 可是日本反而有種各自為政的感覺 你只能去祈求你的區域的政府官員 或是你那個縣市的政府官員好不好 就是各地政府與其發聲明去譴責中央政府 他們已經放棄了 就覺得我寧可顧好我自己的區域的那種感覺 覺得日本人意外的沒有很團結 面對對他疫情的部分 我也會遇到一些人他們會在車站就是不戴口罩 然後大聲跟你說 CORONA只是一個有型性感冒 大家不應該戴口罩 可是我覺得這種事應該不會在台灣發生 台灣是因為就是你現在不戴口罩 你就會直接被罰 對對對 我們是比較少聽到 但是喔這只是一個感冒 幾乎沒有聽到 應該從開始到現在都沒有聽到 這個在去年日本有形成一股小的力量嗎 就是真的會有一群人被號召 有一天是他們宣布要佔領三手線 他們要一群人不戴口罩去搭JR的三手線 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那是你覺得這個疫情有對日本 或是對你的生活造成什麼樣的改變 有一件不是壞事的地方是 從在家工作這個體制 讓很多企業開始去思考 新的營運公司的方式 開始有試著去接收一些新的潮流 或是運轉的模式 覺得這對日本算是一個蠻大的改變 我們公司也開始推行那個電子公文系統 我就知道電子公文你們蓋章 你會蓋那個傾斜的嗎 在電子上面 日本好像傳統是有一個大老闆 反正比較大一個 然後旁邊要比較小 然後要往他斜 那在電子上真的有這件事情發生嗎 那個要花的錢比較多 我們公司是沒有這個 它會有一個很簡單的流程圖 就是過了誰他按確定了 然後他也按確定了 他也按確定了這樣子 那你實際概章有嗎 實際概章有 畫一個線都要對齊 我第一次做紙本的時候 我被主管退了10次以上 因為我線沒有畫對齊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外送業有開始變發達 他們非常怕出問題 因為當然外帶也會有 如果這個人帶回去吃 他出問題 他到電餐 而且他們又生死很多 會很擔心很多層面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會選擇不做 Corona之前 外帶的店非常少 我曾經要外帶被拒絕 他們就露出那種很不好意思的客氣微笑 說不好意思我們不能外帶 然後我就 那你這樣子應該很久沒回台灣了齁 兩年快兩年了 大家都每年沒有跟家人通用了 就是諷刺 因為我上次回去是為了投票 那時候大家都說為了投票就要放棄過年 然後我們就說 反正投票只有一次 然後過年之後要回去幾次都可以 然後那次講完之後 大家都沒有回去過年了 所以這樣最想台灣的食物會是什麼 臭豆腐 臭豆腐 喔日本 日本應該感覺很難耶 日本各種賣台灣料理的店 基本上不會賣臭豆腐 當然有幾個比較道地的還是會賣 因為現在也是渡航限制的關係 因為他們的臭豆腐好像是 要運過來 所以他們說現在人過不來 也吃不到臭豆腐 那最後就是你有什麼想要跟觀眾分享的嗎 台灣人跟台灣政府 無論從各個條件 在這次疫情中都表現得非常好 很多台灣朋友都會一直跟我抱怨吧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可以不要一直去羨慕別人 然後會覺得自己不好 可能因為現在大家現在在疫情比較苦悶的環境 當然會這樣想 如果我自己現在在台灣我可能也會有這樣的想法 只是因為我可能因為我剛好現在在日本 然後我工作的關係需要跟不同市場的代表定期開會 然後就會看到其他國家政府的措施啊 或是一些疫情的狀況 就會覺得台灣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了 大家可以在這個方面多給自己一些信心跟正向思考 就再稍稍忍耐一下 疫苗趕快打的話應該至少會比其他國家不用體會到那麼多苦悶的疫情生活 就覺得大家已經非常的棒了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好好加油度過這個苦悶的時期 但因為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也是在東京才生活第三年 我不敢說我對日本跟東京的了解非常的多 奧運的部分也是 就是我覺得我今天的發言都不能代表全部的日本跟東京還有奧運 所以就只是覺得希望大家可以把我的發言當作一個在東京生活的人的一個感受 不一樣的看法或是視角這樣子 我相信到時候看這部影片的人應該也會有很不少是在日本生活的台灣人 都很歡迎大家可以把你們自己的看法跟你們自己的感受都直接回答在下面的留言區 我覺得其實志祺七七的這個留言區都是非常活躍的 下面都有各種的討論 讓大家看到各種不同的觀點我覺得都是很好的事情 好的那今天就真的很謝謝你的分享 大家如果對於這樣子今天的訪談有興趣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看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我們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 掰掰 掰掰